中国预言故事中,狐狸常常扮演形象不雅的角色 要不就是狐狸精,要不就是阴险狡诈 但是现实中的狐狸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多害少的 狐狸主要吃老鼠,对于兔子、鱼和家禽的捕捉少之又少 并且狐狸一般生存在森林、草原、沙漠和丘陵地带 所以除非人类专门去看狐狸,狐狸一般很少出现在人们视线中 因此狐狸对于人类来说一定属于一多害少的存在 但是狐狸也是能够传播病毒的一种野生动物 最为常见的就是狂犬病毒 其次还有鼠疫,也可以通过狐狸传播 非典过后人们又从狐狸身上发现它也可以传播非典病毒 除此之外,狐狸身上带有许多细菌,也可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因此对野生狐狸进行捕捉甚至是食用,对人体健康都是有害的 狐狸对人类没有攻击性,在人类不会首先对狐狸进行伤害时 狐狸一般不会先攻击人类的 但是如果人类对狐狸发出攻击,自身保护能力很强的狐狸是会做出反击的 曾有人说过,以狐狸灵敏的行动和机灵的大脑 若不是狮子和老虎这样庞大动物的存在,它很有可能会成为王的 狐狸虽没有攻击性,但也不要小看它的能力 如今野生动物的烂捕烂杀之风还没有完全杜绝 也正因此,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开始侵害人类的生命健康 但是在此之前,还有很多人为了利益而大肆捕捉狐狸 更有过分的人当众对狐狸进行虐待 曾有人在网络上曝光一家商户 他们用电机来虐待狐狸,以致狐狸死亡 但更多的人却把这种当成一种娱乐,一种嬉笑 狐狸的皮被当成制作衣服的高等意料 狐狸的肉被当成上好佳肴被享用 甚至为了更快地获得金钱 那些不良商家还会给狐狸食用激素加速狐狸的生长 让原本健康可爱的狐狸变成怪物一般的样子 殊不知这背后也是对狐狸的狠心摧残 如此看来,古代故事中的阴险狡诈并非是狐狸 人类自诩善良包容 如今却和故事里的狐狸互换角色 变得为了利益阴险狡诈 狐狸是野生动物 它们属于大自然 但却不是被人类猎杀和虐待的存在 若狐狸对人类是公平善良的 人类还要对狐狸以恶相报 大概就是人性的缺失了 对于狐狸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便食用 狐狸身上具体会携带哪些病毒 目前还知道的不完全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狐狸可以作为病毒的宿主 并且将病毒传播给人类 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防御 就有很大的风险被感染 拒绝捕捉野生狐狸 拒绝虐待野生狐狸 拒绝食用野生狐狸 这是人类应该遵从的底线 不停的杀戮只会让这个世界上的悲剧越来越多 而最终这些悲剧会降临在人类头上